我们杀害这些众生 佛法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源头还不是佛法讲的 古老的印度婆罗门说的 六道轮回 佛经上同意这个说法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你把这只羊杀掉了 你吃了它 羊死了 羊死了说 投胎 他又到人间来了 他做人了 他做出生的那个罪孽 受完了 他又回到人道来了 人杀害这一切众生 死了以后就变出生 人死了就变成羊了 这一生你吃它了 来生它了吃你 怨怨相报啊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啊 这是多麻烦 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对于这些小动物 看到了 要生怜悯心 他为什么会投掷中态 过去在做人的时候 造的罪业太重了 如果杀害生命太多 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对经上说的 像水上的浮游 在水上走来走去小虫 那个小虫寿命很短 只有几个小时 死了又投胎 一听都要生死好几次 那不知道到哪一辈子 你才能还得完 你看看 你啥还多少重生 那你要做多少饭的生死 你才能还得了债 这还不算还债 这是消你的罪业 罪业消了之后 再还债 那经上讲的 你吃他半斤 你还他八两 还债啊 欠命的还命 欠债的还钱 你说多痛苦啊 迷惑颠倒 没有智慧 干这种傻死 这不能做 不幸遇到这些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在灾难当中 死去 没罪 那一个灾难来了 好人 恶人 同归于尽 有人看到不服啊 那人很好 他为什么受这个难 那个人是个坏人 应该的 都这个想法了 其实这是 这感情用事 这不知道真相 真相 一起遭难是共义 可是 死了之后 去的地方不一样 而念佛的人 在灾难当中 过世了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好事不是坏事 不是学佛的人 一生 行善即得的人 他在灾难当中 死了 他身天了 修的善服少一点 他又到人间来了 他又就投胎去了 到人间了 生到富贵之家了 比这一生一定好 不是好事吗 造作卧业的人 他都上卧道去了 公平的很啊 真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才真正相信 夜莺国报丝毫不少 有那么好的 你会说 你不如在惊散 咱これで 不就觉得 雅 有那么简单 就估计 你不信 那麽